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我的小趣味 我在平时跟朋友 还有同学相处的时候 我是扮演一个比较娱乐的一个角色 所以就是可能会做一些很搞怪的事情 就比如说 我们以前毕业的时候 云达变 气氛其实是比较紧张的 我把我的那个视频的背景 就换成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风景画 这个照片也是老师截图的一个视频 这个是很有勇气的 因为达变的时候 这往往是老师重点关注的对象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觉得特别好 就我也是个特别爱闹的人 就是我跟之前的男朋友 谈恋爱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闹 然后半夜去吓他 就是他睡着了 然后我把头发这样弄过来 然后趴在他的面前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呢 然后他就吓醒了 整个人弹起来 所以你也想找一个可以跟你一起玩一起闹的一个女朋友是吗 我很乐意 对 我觉得蛮好的 来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的小怪癖 一个是小趣味 一个是小怪癖一个问题 对啊 你的小怪癖是什么 小怪癖不一样啊 就是如果是朋友 如果他是那种比较肉乎乎的 我就会忍不住去捏他 会掐他的肉 白白肉或者脸上胖嘟嘟 16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那你就是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就是长得肉一点呢 还是说瘦一点 A 这个的话只是我平时的一个怪癖 但是我对另一半的要求跟身材没有太大的关系 7号 男嘉宾你好 那么如果当你有女朋友的时候 你可以捏你女朋友的 但是不能捏其他人都可以吗 这个当然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比较喜欢二次元的东西 然后玩的话就比较年轻化一点点 如果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漫展 你会介意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也挺喜欢的 对 这贝贝 男嘉宾你好 在这里 我有一个怪癖 就是我睡觉 左边要摟一个娃娃 右边摟个娃娃 然后我脚底还夹一个娃娃 我就三个 高净 我是小时候睡觉 必须得摸别人的嘴才能睡得着 小时候是摸谁的嘴呢 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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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嘴都被摸得 火辣辣都肿 这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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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